你看那個渦羅利尊者 渦羅利尊者 各位都知道 他叫無貧尊者 他出家以後啊 他那個波啊很特別 你看那些貧窮人家把那些粗裂的飲食 放到渦羅利尊者的波裡面 只要進入他的波 入子波成甘露味 他吃不完 他把他的波的東西拿出來分給他吃兄弟的時候 拿出來的時候 又變成粗糯的飲食 因為他是福德所召感 因為渦羅利尊者他以前是個榮夫了 那麼他也經常去 田裡面耕種 結果在山上住一個屁思佛 這個屁思佛呢 七天下來脫波一次 後來有一次他下來脫波的時候 脫得空波而回了 那麼這個榮夫看到這個屁思佛一個修行者很可憐 他七天才吃一頓飯 正式又空波了 他就把他的便當啊 施捨給這個屁思佛 可是那麼以後呢 他就天上人間啊 永遠不遭受這個啤酒的果報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遇到一個殊勝的 福田 一個屁思佛 所以我們今天供養他方實犯益佛啊 那的確是能夠快速的 積極治療 那麼當然這個地方神主動就很重要 他可以把你的願望啊 轉成實際的行動 而不是在心中觀想而已 你不充當 你把我被拔得